声音的调整 那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喇叭的按钮 相信用习惯电脑的人都知道 这个地方可以调整声音 可以调整声音 那你也可以选择音效设定里面 去做输入 输入是指麦克风 我们现在讲话声音的大小声 输出的音量你可以调整大小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关闭 或者是直接把麦克风关闭 声音的效果 这边有好多种类型可以选 或者应用程式要给它什么特殊的声音 这些都可以做调整 还算相当容易设定 按所有设定在这里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调整声音 日期呢也一样 点选这里有万年日曆可以选择 年月日 那你可以直接调 那你也可以设定日期时间 那这边我们预设是 那一般会建议 你的时间调整从网络网络来设定 它自动会网络叫死 也就是说你的时钟 不再会是一个 比方说以前 或常会因为水音电池没有电 它会编慢 那基本上它就会自动帮你从网络上叫死 那时钟这里 所以我个人会习惯把日期跟月份拿出来 有时候个人比较神经比较大条 所以有时候几月几日不太记得 那有时候看一下电脑就是 今天是11月7号 这是我自己的习惯 如果你不习惯可以把这拿掉 就只剩下时间 当然你也可以周时 星期几年要弄出来也可以 那这些还蛮不错的一些功能 的调整 调整完就按关闭